我最崇拜的人是毛主席 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革命 她27岁前为美国造核弹 27岁后却跑到中国放了一辈子的牛 她的出走被美国人骂成是逃走的原子间谍 而她就是中国首位拿到绿卡的外国人韩春女士 问她为什么放弃核物理事业来到中国时 她却说 为什么这个小美女不长 她的那个力量比那个原子弹还大 我非常想去看 韩春原名穷辛顿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如果给这位美国女孩写一份简历 你就会发现 韩春就像是被上帝所祝福的孩子 生来便带着一身荣光 她的奶奶是著名小说牛芒的作家福尼契 父母同样是高知识分子 而韩春也是继承着家族优良的传统 自小便展现出了精神的物理天赋 先进了教育资源加上自身的努力 让韩春在自己所擅长的物理领域扶摇直上 二十多岁的时候 她便考入到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 并失从诺贝尔奖获得者费米的门下 或许是上天的缘分 韩春还结识了自己的师弟杨振宁 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十三岁的韩春在老师费米的介绍之下 参与了美国曼哈顿计划 但这次计划却成为了他人生中的转折点 刚开始韩春对自己能够参与曼哈顿计划而感到高兴 因为这代表着国家对自己能力的肯定 同时韩春也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付出毕生的心力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祝愿全在美国向日本投放了两颗原子弹 假战而止 韩春亲眼目睹了两颗蘑菇云带走了十五万无辜民众的生命 这不禁让他的内心产生了自我怀疑 对于韩春而言 科学是用来造福全人类 而不是用来毁灭人类 如果科学的成果变成了杀人的工具 那么自己又是否会成为一名刽子手 而这次爆炸也深深刺痛了韩春内心的温暖与善良 他从未想过这种结局 经过此事之后 韩春的耳边常常充斥着远方的悲悯 那种不安感一直环绕在自己的灵魂周围 在反反复复的折磨之中 韩春忍受不了自己成为杀人武器制造者的现实 毅然决然离开了自己心爱的物理领域 迷茫的时候 韩春的哥哥和未婚夫杨枣 为他指出了一条指引光明的道路 去往中国 她是第一位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曾为美国研究出第一颗原子弹 后半辈子却来到中国放牛 被称之为牛奶界的原龙品 1948年3月 韩春带着期待迷茫的心情来到了中国 在这里他看到了人人平等自由的生活 看到了民众为国家富强而做出努力 通过百姓民众 韩春了解到中国这个多奸多难又自强不息的国家 此时的韩春已经被热情高涨的中国农民所感染 整个国家都在朝着一个方向而做出努力 虽然说当年是中国最穷苦的时代 但这确实是人民信仰最坚定的时代 此时韩春的内心便出现了一个声音 留下来 有了新信仰之后 韩春便开启在中国的新篇章 20世纪50年代 韩春和杨枣这对夫妇在宋情龄的安排之下 找到了让其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奶牛养殖事业 韩春从美国顶尖的物理学家到中国的放牛人 这一跨度的领域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比艰难 而韩春不但将这件事情做好了 还坚持了60年 可能有许多人认为 这样的优秀人才应该为中国和事业做出奉献 但韩春一直将延安的生活视为精神的乌托邦 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生活 并不会觉得放牛就是委屈自己 这看似机灵狗碎的放牧日常 反而可以妥善安放他那颗被罪恶感紧紧包裹着的心 1955年 韩春成为了西安草摊农场技术员 他与自己的丈夫开始了围着奋斗的事业 当时的中国资源匮乏 牛奶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奢侈品 而韩春看到了那些因为营养不良的百姓们之后 更是坚定了自己的内心 他发誓要让全中国人民都能够喝到牛奶 于是韩春夫妇二人在放牛之余还会思考 该如何将机器完善的更好 整整11年期间 韩春在这片荒芜人烟的土地上 奉献着自己的知识与心绪 天下大师必作于戏 我们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 那就是不平凡 但韩春在致力于让全中国人能够喝到牛奶的同时 也遭到了美国的恶意抨击 他27岁前为美国造核弹 27岁后却跑到中国放了一辈子的牛 他的出走被美国人骂成是逃走的原子间谍 这个故事听起来或许难以置信 但却有其人 他的名字叫做韩春 1952年怀孕八个月的韩春接受了宋庆龄的邀请 前往亚太地区发表和平演讲 而韩春在大会上讲到 世界上根本没有纯粹的科学 科学的美丽是有助力于创造美好的世界 其实这段话也在映射美国丑陋的做法 很明显 韩春这一演讲深深刺痛了当时的美国 而美国在议员麦卡锡领导下的右翼势力 在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共浪潮 以至于韩春的家里人都受到了美国的监视 而韩春也被美国带上了原子间谍的名号 说他叛逃到中国是为了建造原子弹 虽说这铺田盖地的谣言 随着太平洋的寒流席卷到中国 但韩春却没有放在心上 甚至觉得美国的做法一点意思都没有 后来韩春夫妇一路从技术园晋升为了牛奶副厂长 更是将自己改造的机器售卖近一百万元 并且还将科学的养殖理念传输给每一个牛奶厂工人 对我国牛奶品质和机器改良的工作中贡献了巨大的价值 1966年 韩春夫妇被北京调入到了文娱单位 在这里他们享受着副部级待遇 但韩春一心信奉共产主义 所以他向上级请求 希望再次回到奶牛饲养机械化的工作中 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而韩春夫妇则在牛奶厂一直工作到退休 2003年 韩春将奶牛饲养机械化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为我国解决了产奶不足的问题 2004年 韩春凭借着他的共产主义精神 以及他对中国的贡献 被我国授予了中国绿卡 而韩春也成为了第一个在中国获得绿卡的外国人 2010年 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因病逝世 享年89岁 直到韩春逝世前 他依然生活在上个世纪老房子里 这里采光严重不足 国家本来为他提供了180平米的楼房 但他却说自己离不开牛 坚决不去往 正如他接受记者采访所说 自己是为了信仰而来到中国 信仰就是他毕生的追求 韩春的选择让人尊敬 而他身上的工匠精神更是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祝愿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信仰 在苦难磨练中砥砺前行